- 嗨,Vogue朋友大家好,我是郭德美。 - 我是楊佑妮。 - 嗯,其實當初知道要接這個劇本的時候,要練這個國標舞,自己蠻擔心的,因為國標舞很難。 - 然後後來碰到老師的時候,老師說你們還挑了國標裡面最難,對,就是華爾茲算是國標裡面最難,因為他對那個身體的一些激勵啊,包括是身形要求是最高的,其他的五種可能在於一些表情上,或者是那種神情上面啊,比較容易可以散發出那種味道。 - 但是那個華爾茲,他完全就是在一個體態上面,必須要有一個很拉長,然後你要控制自己身體的每一個肌肉的這種一個體態。 - 所以,華爾茲真的很難。 - 完全沒有欸。 - 沒時間笑場的,沒時間笑場。 - 完全那個壓力是很大的。 - 而且華爾茲,華爾茲是兩個人不會對到,看不到對方的。 - 我們看不到對方的。 - 不能看對方,我還一直問老師,我說那我們兩個人是金銅玉女耶,我們不能有這種眉目傳情的時候嗎? - 然後他說沒有,華爾茲就是男生是看著別人,女生是看著別人,就是一種延伸,包括你的視覺啊什麼,都是一種延伸的一個感覺。 - 就是一直練習,所以小美那個時候練到她的那個頸椎都出問題了。 - 不好說。 - 不好說。 - 也我覺得應該是說,你開始會懂得欣賞這一個運動,然後這一項藝術這樣。 - 可能以前你看不懂,你就覺得短圈圈啊,好像很簡單,但當你知道的時候你就知道說,其實他們下了多大的功夫,然後每一個小細節都是必須要有功夫才能夠做到這樣。 - 沒有特別的洗腳,再讓我來幫你洗腳了。 - 好像沒有欸,抱歉了。 - 抱歉了。 - 抱歉了。 - 我就直接幫他洗腳了這樣。 - 我覺得盧或是蕭伯這一塊不是最難的部分,我覺得最難的是,它是一個喜劇的形式,但其實它又有很寫實的部分。 - 我覺得在表演的難度上,對我而言是一個新的嘗試,難度也很大。 - 就是你要如何掌握那個喜劇的節奏,可是又柔盡寫實的東西。 - 因為畢竟它不是一個嬉笑怒罵型的,風格化特別明顯的一個喜劇。 - 所以要如何讓帶領觀眾最後能夠效忠帶累,我覺得不容,真的好難。 - 我其實有想像一個role model,但它是一個綜合體。 - 就是有的時候我自己在要跟別人溝通一些事情,可是對方好像始終聽不懂的時候,我自己理智線會突然斷掉,那個情緒會比較大。 - 或者是我會想到某一個阿姨或是媽媽,就是那些自己想要達到某些目的,但是達不到那個精神狀態。 - 所以我自己在飾演的時候,我有給自己一個功課是,我希望這個角色是可信的。 - 他不是只是一個純然風格化的角色。 - 我希望有一個觀眾會想到自己曾經盲目的一個阿姨這樣子。 - 可能當初就沒有想過他是一個渣男。 - 我覺得我當初就沒有想過他是一個渣男。 - 對,因為我覺得我在這個角色上面看到很多男生的共同點。 - 只是世界的不同。 - 我覺得男生都是這樣,男生常常在感情,或者是在婚姻的過程裡面,常常都想要表現一些什麼事情。 - 但是永遠都是把事情搞砸的那一種。 - 對,我覺得男生很常會這樣子。 - 對,就是,欸你看我這麼棒棒棒棒棒的。 - 然後其實老婆的方面都是翻白眼三條線那一種。 - 其實我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,你如果帶小孩交給爸爸帶,其實會出現到另外一種世界。 - 的狀態。 - 對,所以我就覺得男生。 - 但我覺得這也是男生可愛的一點嘛。 - 所以你說這部戲很多人都說他是佛系渣男,或者是他為什麼做這麼多的渣的事情。 - 但觀眾還是不會討厭他。 - 其實我覺得那是因為觀眾都很接受男人是一個就是很笨,但是又很可愛的生物這樣。 - 我其實覺得這角色非常難演。 - 就是你要在做這麼多大,世俗裡看起來很渣的事情, - 可是又讓人相信他是因為很天真做這些事,或是他的本質是善意的。 - 就是我覺得這是很難的。 - 你要透過這些行動能透露這個角色的本質是很難的。 - 然後我自己也會,就像悠悠說我全然的相信男生真的。 - 他有時候真的只是想要解決問題,或是想要逗女生笑。 - 然後做一些,其實女生對女生來講真的是,天啊你怎麼會做這些舉動的事情。 - 我自己會覺得錢運營其實缺少了勇氣去溝通這件事。 - 如果在這些過程裡,她有勇氣直面的面對問題,跟鄭子漢做下來理性的, - 聊聊彼此的碰到狀,因為其實現實總是有很多的磨難。 - 那是不是能一起去面對它。 - 我覺得錢運營是避開的這個部分,造成了最後的遺憾。 - 所以可能給我啟發的是,我還是尤其在疫情的當下, - 你還是希望有些事情能及時的理性的去面對問題。 - 然後一起去解決的,這樣子。 - 你覺得這部電影看完我好像更愛我爸。 - 因為我覺得我爸跟鄭子漢很像。 - 他是一個非常浪漫的人,然後他常常會做一些, - 其實會讓你握緊拳頭的事情。 - 但是他就是很浪漫。 - 但還好就是有我媽在。 - 就是。 - 對對對對。 - 我媽常常會把我爸拉回現實。 - 然後我爸會覺得,為什麼你要讓我回到現實這樣。 - 我記得我有一次,我有一件外套。 - 掉在計程車上。 - 對。 - 然後我就。 - 偏執到。 - 我一定要找到那件外套。 - 對。 - 然後我就。 - 因為那計程車有計程車公司嘛。 - 我還打電話去計程車公司。 - 然後找到那個司機。 - 然後那個司機就說沒有,我還不相信。 - 然後就是還跟司機要吵架之類的。 - 後來放棄了司機的那一段,我就上網再重新找那一件外套。 - 然後找了各個網站都找不到那一件外套。 - 然後就是差一點要寫進到他們的公司。 - 天啊。 - 到這樣的片子。 - 但是那一件外套其實對我來說沒有,不是說很有意義的外套。 - 就是它不是一個有意義的外套。 - 那還是怎麼樣?是一個限量版還是特別好看? - 就是我就覺得可能那一陣子我很喜歡穿那一件外套。 - 那你最後有獲得嗎? - 沒有啊,就是沒了。 - 而且我很難過。 - 天啊。 - 但是也就只有那一件外套的這樣的一個事情。 - 我好像,因為我是一個很怕麻煩的人。 - 所以我好像沒有了也就沒關係。 - 所以我不太會有這種追尋的過程。 - 你先說。 - 我鼻子好了啦。 - 其實我家,我家有一個。 - 嚇人。 - 我家有一個。 - 標粉櫃。 - 因為我之前,對我之前有演過一部戲。 然後因為它要我稍微有一點點。 - 就是。 - 藝絨這樣子。 - 所以他們就翻了我的鼻子的膜。 - 然後做了另外一個假的鼻子這樣子。 - 然後。 - 然後。 - 它那個那個模式一個我的臉的這一個部位。 - 就這個部位這樣子。 - 哇好棒喔。 - 所以它是一塊保麗龍。 - 然後上面有一個假的鼻子。 - 然後那個假鼻子是那個矽膠的那種。 - 然後你可以拿起來。 - 然後裡面還是有一個真的鼻子這樣。 - 所以你可以放在那裡這樣。 - 所以我拍完之後我就說, - 那你那個可以送嗎? - 好棒喔。 - 所以那個現在放在我家。 - 那那個矽膠的有在上面嗎? - 有有有在上面啊。 - 就是你現在拿起來放在我的鼻子上。 - 然後你旁邊黏黏黏黏黏, - 它就會變成一個假鼻子這樣。 - 真的好棒喔。 - 然後這部戲我就剛才跟電影公司問說, - 那那隻腳在哪裡啊? - 就是如果電影公司沒有用的話, - 可不可以送給我。 - 你可以集結。 - 集結養了你的各種部位。 - 對。 - 我想,我想演中倒長袖。 - 你可以耶。 - 它其實模仿得很好。 - 就在現場那些模仿。 - 它模仿得很好。 - 太完美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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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- 好像沒有耶。 - 姚洋寧的角色好了啦。 - 試試看。 - 應該就是我們跳舞吧。 - 雖然壓力很大很大, - 就是在那個比賽的會場裡面, - 只有四分鐘要拍完。 - 壓力很大很大, - 但是其實做到了還是, - 某部分有點不可思議。 - 蠻魔幻的。 - 蠻魔幻的。 - 覺得有股魔術的力量。 - 因為我們在練舞的過程裡, - 其實真的從來沒有完整的跳好那一支舞過。 - 沒有沒出錯過。 - 對。 - 每一次跳一定會有一點小錯誤。 - 那我們那一次在那裡面跳的時候, - 就是完美。 - 完美。 - 你看不見旁邊的觀眾, - 然後很專心的就是享受這件事情。 - 所有的拍子都數得很正確, - 那種感覺。 - 就是平常你會覺得這個地方應該會錯。 - 結果你發現怎麼轉過來了, - 可以。 - 那種感覺你知道嗎? - 有破關的感覺。 - 有破關的感覺。 - 我不知道一見鍾情是什麼意思。 - 我只記得第一眼見到你。 - 我恍恍惚惚進入你的世界。 - 她在錢玉瑩, - 國中也得過民族舞蹈冠軍。 - 我國中也得過做第三冠軍。 - 舞蹈跟做文有關係嗎? - 舞蹈跟做文有關係嗎? - 我們都是冠軍。 - 舞蹈跟做文有關係嗎? - 要幫你介紹嗎? - 我不是那種容易跟很親近的人。 - 不知道我們這個榮幸 - 能邀請你撐我的舞伴。 - 你知道我平時就是一個風度翩翩的人。 - 我現在才知道你風度翩翩。 - 你給我是認真的嗎? - 這是在求婚嗎? - 真實地說, - 美好的事情都是過去的事情。 - 別擠了啦,要吃飯了。 - 子漢, - 我們教室的學生人數好少喔。 - 我越來越好了。 - 這是我們新的國標舞教室。 - 這金光有多久? - 你怎麼看起來怪怪的? - 你在說什麼? - 你說的都是犯罪耶。 - 三個小時之前,我老公走了。 - 從病人身上切起來, - 腿下的截肢或者是器官。 - 我們醫院是沒有理由去佔有的。 - 我只是想要回我先生的腿。 - 你先生, - 在送進開刀房之前, - 你已經勾了不領回了。 - 你知道人為什麼會後悔你嗎? - 告別是什麼時候? - 她覺得這輩子把你脫了兩張。 - 子漢怎麼會那麼笨啊? - 我記得我的後悔。 - 也記得你的眼淚。 - 我只是想, - 再默默為你做一件事。 - 阿花, - 阿花, - 阿花, - 我真的記得你的眼淚。 - 阿花,